wordwall.net 这一个非常适合在教室里 同学们同时玩 然后最后看自己的排名 谁速度最快 可以在集体看到这个leader table 也可以非常适合布置作业 把链接给孩子 他们回家可以做 句子排序 手去挪动这些词 以最快的速度 把它最少的目符 把它还原成一个正确的句子 有bonus point 配对拉进去 提交判断对错 还可以看答案 然后转轮用了很多 spinning的时候 可以eliminate spin到了 打开一个给你看一下 spin 到这里请还是念着是什么 什么意思 念对了删掉 再转一次 念对了什么意思 好 就是这样 直到最后全部消除完 下面有不同的点音乐 都很有趣 很多的选择 选了之后呢 会给这个同样的内容游戏 添加新鲜感 然后在学校提供的课件当中 都有游戏连接 点开就可以让孩子们玩 这个做教学的过程当中呢 可以分析教学使用 如果孩子底子比较差 你可以让他去帮助你操作老师的鼠标 这样他 眼睛对着这个屏幕的时候 同学说答案 他专注的在操作的时候 也是帮助他加深意想和学习 实际操作 抓住他的专注力 然后每个孩子如果都拿自己的平板电脑的时候呢 集体玩的过程当中能看到最后的排行榜吧 所以就是课上玩也好 课下玩也好 很简单啊 就不多讲了 老师呢可以去这个 community下面 随便寻找一个 比如说我们选颜色 用中文设置 community是全世界的老师们都已经做过的 设计好的 你可以用community 设置一下 找一个自己玩一玩 摸索摸索 就知道这个每个游戏 它是怎么个玩法了 好 然后在 每一个工具都是老师用自己的电子邮箱 先注册一个免费账号 然后 去尝试去摸索 熟悉一下 如果老师觉得很深爱教学这一块的话呢 建议去买他的membership 基本上每个工具平台都是三到四磅钱左右一个月吧 对提高老师的办公效率和教学结果的话是非常有帮助的 但是如果你的设计成分比较低一点 还是在使用学校提供的课件的情况下 你只需要一个免费账号 不需要交费 因为学校把所有的连结都做好了 你点击开 用自己的免费账号登录后 你就可以去操作学校已经做好的东西 就不需要自己去创建 所以就不太需要去买他的membership fee 好 create这块也很简单 其实你免费账号可能只能使用保存创建 四到六个套题吧 然后你不能保存每次就超过这个线数之后你只能删掉 如何去创建很简单 比如说enjumbo句子排序 把中文句子放进去 每个你想分段的打乱词之间留一个空格 包括标点符号也有留一个空格的话 然后添加你的每一个句子 如果你从课件当中copy paste过来 把词与词之间分出空格来 文件名 选择确定 结束 这套题就做好了 很简单 然后matching的时候 左右 你可以填进去你想要的东西之后 可以选择图片 然后可以复制这道题 可以删掉这道题 文件名 spin wheel 一样的 把你想要的东西放在这里 可以选择图片 复制 删除 文件名 都非常简单 所以老师呢 可以先去尝试一下 都有些什么东西体验一下 好 这就是worldwar.net